大家好,我是电影迷小雅,今天我们继续看美剧《风骚律师》第三季的第五和第六集 前面说到,吉米接受速前转移,查克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直言吉米毁掉的只是磁带副本 然而这都在今和吉米的意料之中,虽然眼下情况不利,但吉米似乎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 真正的重头戏将在律师协会听证会上拉开帷幕 查克与吉米亲兄弟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毫不夸张,本期故事将是该系列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集 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回到过去,当时查克刚和妻子利贝卡离婚,也才患上所谓的电磁过敏症不久 这天查克异常的在家里安装各种电器,原来他和利贝卡彼此还有感情,打算借着晚宴机会旧情复燃 吉米劝查克说出患病事实,可查克怎么也不愿在利贝卡面前暴露弱点 宁愿安装电器不通电摆样子 利贝卡按时赴约,查克谎称家里断电 本来气氛刚好,眼看两个人叫成了,突然利贝卡手机响了 他哪里知道查克有怪病,于是很自然的接电话,还时不时靠近查克 查克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了,拿起手机扔到地上 利贝卡一脸懵圈,查克死鸭子嘴硬就是不说实话 称共进晚餐接电话不礼貌,是很粗鲁的行为 听到这儿利贝卡很震惊很无语,最后饭也不吃了,赶紧打车离开 见状吉米对查克说道 你得做点什么,不能让他这样走掉 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会理解的 你宁可让他觉得你是个暴躁的混蛋,也不愿说出真相吗 查克为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 不仅自己不说出真相,还不让吉米说 虽然查克不尽人情,但可以肯定的是 利贝卡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查克不允许自己在利贝卡面前的形象崩坏 哪怕是一点负面印象都不行 这是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时间线回到现在 在金的努力下,银行委托案没有上庭审 分行的正式申请工作也提前完成 银行大总裁对金的表现非常满意 不过在和吉米干大事之前,金还需要做好预防措施 为避免听证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金决定恶人先告状 提前告知银行,吉米与查克的争端可能会引发舆论 然后放低姿态任人处置 金良好的态度再次获得对方的信任 保证不会牵连到银行后 总裁没有再多说什么 搞定了后顾之忧 这下金可以放手和吉米一起对付查克了 除了金,吉米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听证会做准备 在麦克的介绍下,他找到万能兽医 要他找一个手脚灵活的人 简单点说,就是接下来这一仗需要一个妙手神偷助攻 查克这边,霍华德认为这场仗他们已经赢了 查克没必要出席 但查克太了解吉米,担心自己不在场 吉米会耍花招 搞不好一阵诡辩下来就能打个翻身仗 以后再想取消他的律师执照就难了 听证会正式开始 控方理由充分,吉米强行入室破坏 查克是为了追求真相和维护法律尊严 才设计对吉米录音取证 对此经质疑查克的录音动机 如果能证明查克的动机中包含憎恨与仇视吉米的因素 那么形势将发生扭转 经询问霍华德对吉米最初的印象 得到的回答是他很努力,很上进 是个拼命三郎 在收发室工作之余 还通过韩寿拿到了律师执照 既然如此,为什么HHM律所没有录用他 霍华德的回答是避免裙带关系 查克不想让人以为吉米录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但接下来霍华德就被打脸 经表示,霍华德本就是子成父业 父亲可以录用儿子 哥哥为什么不能录用弟弟 明显的双标啊 霍华德被怼得哑口无言 经进一步强调 吉米在查克生病后 一直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对此霍华德依旧无法反驳 至此查克还没有出庭 想必已经给人留下薄情寡义的印象了 这么说查克也不是没道理的 听证会开始前 他竟然在家练台词 但凡他心底对吉米有爱 说出关爱弟弟的话语不是轻松且自然的一件事吗 随后控方律师要求当庭播放录像带 吉米似乎在等一个重要人物出场 但助理告诉他 飞机延误了40分钟 看来吉米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了 录音开始播放 这也是金第一次听到里面的内容 知道吉米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 金很感动 朝着吉米短暂一瞥的小眼神 一切静在不言中啊 结束这环节 查克终于登场 所有人给足面子 手机上交灯光熄灭 就连墙上的时钟都撤了下来 控方律师询问查克 为什么录音中的你 看起来有些精神错乱 说起自己的病 其实电磁过敏症这个词 是查克自己发明的 因为医学上还没有发现其他病例 查克认为这不稀奇 艾滋病最开始人们不也不知道嘛 总之查克坚称 这是生理上出了毛病 精神完全正常 对此律师没有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 你恨你弟弟吗 查克的回答更是无懈可击 要不是知道你提前在家练过 差点就信了 此时关键人物仍未出现 吉米和金只好以复合材料为由 能拖一秒是一秒 最后时刻 神秘人物终于出现 不是别人 正是查克最在意的前妻 利贝卡 原来迈克拍的照片 都是寄给利贝卡的 小纸条上的联系方式 也是利贝卡的 他就是吉米手里 最关键的底牌 查克千算万算 没算到吉米会找来利贝卡 看见利贝卡 查克显然受到影响 要求休停15分钟 利贝卡并不是来作证的 只是得知真相后 特地敢来关心前妇而已 两人喊喧片刻后 利贝卡想先离开 担心自己会让查克分心 然而查克却极力挽留他 你听信了很多谗言 利贝卡 我希望你亲眼看到事实的真相 很明显 查克依旧自信满满 执意让利贝卡见证 因为他认定自己 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听证会继续 针对录音动机 兄弟俩开始新一轮较量 面对吉米步步紧逼 查克从容应对 随后吉米建议大家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一句我哥哥恨我真相了 吉米的说辞同样 让人挑不出毛病 不过要想翻案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证明查克 是得了心理疾病 而不是生理疾病 吉米询问查克犯病时的感觉 查克回答得很详细 紧接着吉米又是一波询问 目的就是确定 只要电磁波离得太近 查克就会浑身极度不适 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现在离你最近的电磁波是什么 听到这儿 查克问他是不是在身上藏了什么 果然吉米掏出一部手机 质问查克应该早就感觉不适才对 但查克并没有慌张 而是触碰手机 表示里面没电池 真相确实如此 查克以为自己揭穿了吉米的小把戏 不懈地表示 别妄想用一个没装电池的手机 让我钻进套子 他激动地告诉吉米 我真的能感受到电磁波的存在 要怎么做你才相信啊 吉米装成一副前驴技穷的样子 殊不知致命一击就要来了 他让查克摸摸自己的口袋 看里面有什么 掏出来一看 竟然是手机电池 都这个节骨眼了 没想到吉米还玩了个记忆中计 修尔触听证明 电池在查克口袋里 已经放了一小时43分钟 是不是心理问题不振自明 前一个多小时还能侃侃而谈 发现电池才吓一跳 这不是心理疾病是什么 查克从没想过是心理出现了问题 这一刻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中 被利贝卡目睹这一切 让查克彻底乱了阵脚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了 吉米设这么大的局 只是想证明查克存在心理问题 如此一来就能解释 自己在录音里说的话 不过是在为查克的病情考虑 谁也没料想到 查克会交代的如此彻底 听完查克的话 所有人的表情都亮了 这一张查克输的彻底啊 故事线来到赫克托这边 甜品店被缉毒局端了后 他火速找到一家小饭店当窝点 这天手下的小毒贩们来送钱 疯狂小巴就是其中一个 纳桥的手都伸出去半天了 他才缓缓交出毒字 这份量实在有些惨淡 小巴解释 自己带的一个新人胆子太小 看到警车吓得把毒品扔进沟里了 他自己已经补贴了一些 可惜还是没凑够钱 这个新人小弟该不会是小粉吧 纳桥本不想为难小巴 让他下周把钱补齐就行 可身后的赫克托乏话了 到底谁给谁干活 听到这儿 纳桥把小巴拖回来暴打一顿 回到老爸的皮具店 纳桥似乎心事重重 还不小心扎伤手 吉米这边 查克虽然彻底翻车 但听证会还在继续 吉米的老年委托人们全部到场 例证吉米是个有良心的律师 经做结案陈词 否认吉米篡改文件数据 最终法院判定 吉米停职一年 不得接活 律师指照保住了 这对吉米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吉米已经喝酒庆祝 查克躲在家中陷入自闭 利贝卡敲了快一个小时的门都没开 于是去找吉米求助 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去看看查克 可是兄弟俩已经决裂 吉米这次铁了心 不管查克死活 夜深人静时 霍华德拎着一瓶 价值两三万英镑的珍藏美酒 来找查克 这回他终于开了门 霍华德安慰他 吉米被停业一年 也算一种胜利吧 而且在假世的这一年时间里 要是吉米再犯什么错误 还有机会吊销他的律师指照的 查克面如死灰 整个人像被双打了一样 霍华德劝他不要为吉米想不开 要放下过去面向未来 霍华德的话似乎起了作用 等他离开 查克便披着太空毯出门了 不惜承受身体痛苦 以及路人怪异的眼光 查克到底要干什么呢 他还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旁 原来是要给以前接诊过自己的女医生 劳拉打电话 查克输在了心理疾病上 于是痛定思痛 决定克服这唯一的弱点 在查克看来 等自己没有死角之时 便是几米覆灭之日 老麦克这边 他陪儿媳 史黛西参加心理护助会 晚上后史黛西告诉他 我帮你答应了别人一件事 帮教会修缮孩子们的小游乐场 麦克面露难色 表示这不是他的专场啊 但在史黛西彩虹屁 和以退为进的套路下 老麦克最终还是欣然答应了 吉米这里 亲自打电话通知委托人现状 最后发现自己还有九次广告放送 就算现在停止投放 四千美金的广告费照样得交 吉米接下来一年都不能当律师 没了经济来源必须开源截流 金考虑到预算 不仅想把两人合租的大办公室退了 还想辞退胖助理 毕竟现在就他一个律师 手上只有银行一个case 结果遭到吉米的拒绝 他告诉金 自己会继续承担另一把费用的 想到还有九次广告投放机会 吉米灵光一闪 现在投放律师广告没用 反正歇业在家 那就给别人收费拍广告 然后每名其约 送给他们免费广告位 做个中间商赚点差价 于是吉米找了各种小老板 但这些人要么没钱 要么数无寸光 哪里舍得花大几百美金 拍一条广告呢 在化妆小妹的提醒下 吉米决定给广告打广告 那么就需要一个演员 吉米作为律师 已经给自己打过广告 再出现在别的广告里 实在太喘戏 可自己团队里的人 也太磕上了 化妆小妹读台词毫无生气 录音师嘴巴都不利索 摄像师根本懒得动嘴 智商高 口才好还不怯场 这些能力可不是谁都有的 说来说去 吉米注定是天选之子啊 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担心被人认出来 吉米乔装一波 广告很快被投放 效果还不错 仅不得不佩服吉米的能力 迫不及待要看广告 苏尔古德曼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了 谁能想到 这只是吉米随便 想出来的应急名字 只是因为发音响 So good man而已 之前赫克托一条运输线 被老麦克给毁了 于是他逼迫扎吉书 给自己运毒 最后扎吉书 假装勉为其难答应 赫克托以为 对方是忌惮自己的淫威 殊不知 人家心里早有小舅舅 分配毒品时 事先说好对半分 结果纳桥受赫克托的旨意 非要多拿走一块 因为谈不拢 双方气氛紧张 马仔赶紧向炸吉书汇报 不料炸吉书答应了 我们知道 炸吉书巴不得你全拿走 早点东窗事发 赫克托早完蛋 炸吉书可是有大智慧的人 一边应付赫克托 一边也不耽误自己创业 虽然他受制于墨西哥贩毒集团 但这并不影响 他背着集团私底下 做冰毒生意 随着冰毒市场的逐渐繁荣 产量逐渐供不应求 炸吉书也开始寻找 更大更安全更高效的制毒工厂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终极制毒堡垒 这地方看起来很眼熟啊 不就是毒市里的洗衣工厂吗 此时炸吉书已经认识 蛇仙美人利迪亚 纳乔带着多拿的毒品 回到小饭店 向赫克托描绘了当时的情况 赫克托心里清楚 靠这种方式也不是长远之计 只是纳乔没想到 赫克托竟打起父亲的主意 想利用他的皮具生意运毒 纳乔本来就对赫克托的 老黑帮做派失去认同 现在还想把他家人牵扯进来 显然触及到纳乔的底线了 面对赫克托的说辞 纳乔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估计早就骂开了 就在这时 小弟辫子哥接到一通电话 得知图库在监狱里又惹事了 赫克托气炸了 短短六个月 我看他能蹲一辈子 血压飙升 桌子也被掀翻 直到吃了点药 才渐渐平复 纳乔留了个心眼 将赫克托不小心 掉在地上的一粒胶囊 踩在地上 等赫克托离开后 他才拿起来仔细观察 如此看来 赫克托变成坐轮椅的丁丁书 难道和纳乔有关吗 如果真是这样 看来赫克托离中风不远了呀 不知纳乔会在胶囊上 做出什么文章 想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继续关注 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哦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